關於匕首飛彈 烏克蘭的空軍 早前大家都估計 是不是有俄羅斯的軍隊 動用到匕首飛彈 攻擊基庫的地區 烏克蘭似乎疑似 將他們擊落 說真的 如果你說將他們擊落 其實大家都在尋找 照片 尋找圖片 網上一直都留存著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大家去做一些觀察 於是大家就會嘗試 將它跟一些飛彈外形做一些配合 試一下究竟它是哪一隻 大家都覺得它比較像匕首飛彈 即是我們講的高車音速的飛彈 講到這一支飛彈 當然也是普京任期內發展的高超音速武器 在2018年的時候 宣佈 武裝了他們的部隊 也算是世界上第一個使用 這一種武器的國家 所以這一款武器的速度 當然是十分之高 據說有九倍十倍的音速速度去攻擊 射程也挺遠的 射程也有差不多 所以基本上如果它部署了在加利連格勒的地區 由米格31的戰鬥機發射 它因為大概十倍音速 二千公里的射程 基本上整個歐洲都是被十倍音速的飛彈覆蓋 即是整個歐洲都沒有落土 它要去攻擊 整個歐洲都能夠被這支匕首的飛彈打擊 所以為什麼這樣說呢 它的威力很大 而且它除了可以用常規彈頭之外 據說也能夠搭載核彈頭 原因之一很簡單 因為它本身也是一個 六機型發射的飛彈 即是我們說到 它另外一個型號 我們叫做伊斯坎德爾 這一隻飛彈的設計 伊斯坎德爾 我想大家都相當熟悉的 這支飛彈 它本身 如果它是 六機型的導彈發射車的發射 其實它大概射程只有五百公里左右 但是特朗普一直都不相信 這支彈只有五百公里射程 所以他相信這支彈是報細數 所以就狠而退出了中度條約 中度條約的規定就是 美國和俄羅斯也好 它們是不可以在本土部署這支 超過五百公里的一個飛彈 主要就是因為 如果超過了這個範圍 我們說是五百公里至到五千公里之內 其實都會引起一個誤判的情況出現 就是說如果你在那裏附近發射飛彈 除非你發射一些我們叫戰術飛彈 五百公里以內的飛彈 不然我就當你射一個洲際飛彈 如果你是真的射洲際飛彈 我就會當你的目標最後 就是針對美國本土 到時美國又會有它的判斷 例如會作出一個核報復的行為 這個就很容易 我們說擦槍走火誤判的情況出現 所以大家都有個默契 中度條約就不用那些 要是要短過五百公里 要不然我見你射 我就當你射洲際 比較少機會做一個誤判的情況 這個似乎都是他們覺得安全範圍 但是伊斯坎德爾 就明顯應該違反了這一種的精神 而他事實上 將這種彈 再將它放上迷格戰機上面 這樣又會形成了 我們說的這個匕首 這一支飛彈 所以大家看它們的樣子 其實都有點相似的 大家再次比較一下 兩支飛彈的外形 都事實上是有它那個 相似的程度 Anyway 現在的情況 大家都去估計 即是這一支飛彈 現在它是被擊落的情況 被擊落的情況 大家都估計 究竟用了些什麼系統 將它擊落 其中一個說法 就說它是用了 愛國者的系統 將它擊落的 也都這樣說 其實俄羅斯在整個戰爭過程裡面 都有使用過高竹竹的武器 去打擊烏克蘭的目標 包括一些能力的網絡 前後統計過 大概整個戰爭的period裡面 用了超過50飛的 這裡的匕首飛彈 所以其實 烏克蘭空軍來說 都不會覺得陌生 都不會覺得陌生 所以基本上俄羅斯 在境內發射這支匕首 要到達烏克蘭 例如我們到達基庫 基本上全部都是幾分鐘內 就能夠做到的事情 所以對烏克蘭來說 其實它怎樣去防禦 這種高侵速武器 其實也是一個大的關鍵 但其實都相當困難 因為我們講到 它是一個高侵速 突防的情況 所以戰爭一直以來 都沒有辦法抵禦到 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你要抵禦到它 那你的防系統 首先第一 就是你的雷達 徵修系統 是要相當強悍的 第二個就是 你的飛彈去做防禦 也要回到差不多 什麼叫回到那麼快 你回到那麼快 你不夠快 你也沒有辦法攔截到一支彈 你去攔截的時候 它已經飛過了 然後你的速度又不夠快 當然一拉開距離 只會越拉越遠 你更加不可能 將它擊毀 所以通常兩者的速度 就算是有距離 都不能夠相差太遠 如果我們去預計 例如烏克蘭現時的防禦系統 其實它們現時的防禦系統 就比較薄弱 例如我們說 它們有三無矩 它們上面也有S-300系統 但是這些系統 就不太足以去做一個有效的攔截 所以這個都會是 之前的一個問題 周宣 我們講到其他 例如德國 之前給到RST-SLM 我們說 德國發射的飛彈 RST 它的速度 都是紋裂 都是做這些 末端難節的時候 失手的機會都大 甚至乎 我們說 美國推出 NASMS系統 其實要有效做一個防禦 都不是十分容易 所以說到尾 最後如果 你真的要去防禦 這種高級俯足的武器 其實都真的剩下最後一個可能性 就是你需要用到外國者的系統 外國者的系統 其實在很多場戰爭 包括最出名的就是波斯灣戰爭 叫做出風頭 就讓大家看到 他在攔截當時的飛毛腿 攔截很多不同的短程彈道導彈的時候 他攔截的威力 就相當驚人 準勝率也相當高 不過大家後來看到 例如科威特 或者看到 沙特阿拉伯使用的時候 你總是覺得 其實外國者 是不是有些比其實 好像每次都被他打 所以這次 這支彈 雖然暫時都很難確認 是不是真的 真的用外國者系統擊中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 由外國者系統擊中的話 那麼 外國者是真的會聲明大錯的 那麼 也都會成為 第一個防禦系統 去將高超音速武器 打下來的 那麼 這個當然就是一個 非常之好的一個先例 那麼 那麼外國者呢 其實現在美國的軍事捐助 那麼整個成本 大概就捐助了11億美金 本身的系統是4億 然後那個導彈 就大概7億左右 那麼 所以你會觀察到 就本身 那個彈體呢 其實那個供應呢 也都不是便宜 就是整個系統都相當之貴 那麼 那麼也都在上個月 就已經有第一批的外國者系統 就已經到達了 那麼 所以呢 就大家就估計 今次呢 很可能就是 靠這個的外國者系統 那麼 將呢 去攔截了下來的 那麼 以往呢 因為呢 就用這個的 Kinso 或者Dagger 這一種 由伊斯坦德爾 改裝來 基本上 烏克蘭都是 射十飛 就十飛都攔截不到 這個可能性 所以今次呢 這個呢 大家會覺得 是非常高興的事來的 另外呢 外國者系統呢 也都好似呢 就是烏克蘭的國防的面對說呢 一個很強大的外援 因為 如果 防禦島需要去做一個分層的防禦 即是包括我們經常說的 短中長 低中高 即是不同的空間 就有不同的武器做防禦的話呢 其實 烏克蘭很欠缺外國者這一類的 即包括我們說的S-300可以防禦一些高空的武器 那就是三無矩等等 但是呢 外國者 即作為一個末端一個攔截的位置呢 就真的比較有缺的 還有呢 他可以很快去去攔截一些 我們說巡航導彈 彈道導彈 即是例如 我們說秘首這一種呢 高車坑竹的彈道導彈 他本身那個彈道軌跡呢 又是會比較難追蹤呢 以及計算到出來的 所以呢 如果遇上外國者系統 即是他那個 運算的系統 去將對方的彈道計算出來 然後呢 去將他擊軌 這個能力呢 其實也是相當重要的事 不如之前呢 也都有烏克蘭的士兵 就派了去美國的授訓 去到奧克拉荷馬州 維持一個十個星期的訓練 這個促成班 其實呢 就在三月底就完成了訓練的了 他們現在呢 就回到烏克蘭 那麼也都呢 在烏克蘭上面呢 就繼續訓練 其他的成員 去使用這個愛國者的飛彈 所以這個呢 就相當之好 一代呢 去全一代的情況 那麼就講起了 就是那個導彈的成本 一支的愛國者呢 就大概400萬美金左右 那當然就不是便宜的了 說真的 但是如果你面對著高出足的武器呢 那麼價錢一定是你最少 是兩至三倍的了 那麼例如我們講到呢 匕首啦 我們都保守估計 他都要大概一千萬美金一飛左右 那麼都不是便宜的一支飛彈 你想想他本身呢 都算是一個短靜的彈道導彈的設計 那麼再加上一些變形的系統 就是擺上去做一個空射型呢 又有些改造的成份 那麼那個成本攤分之下呢 就不會說是太便宜的一支飛彈 那麼anyway啦 即是呢 現在呢 大家都在猜測著 那麼這一支彈 最後是不是真的如全民所言 那就是 被這個 烏克蘭的空軍呢 將他擊毀 當然呢 都會有一定的質疑 一定的質疑就是 究竟愛國者 是不是都真的打得到呢 那麼那些圖啊 那些呢 又有多真實啊 等等那些位置 那些位置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呢 一些open source的 就是一些烏克蘭追蹤開武器的 一些的 Twitter啊 或者很多不同呢 去做對比呢 那都比較有說服力 去告訴大家 那些碎片呢 又真的比較遲啊 就是屬於呢 這個的 KH-47 就是我們說這一支的 匕首的飛彈 這個呢 之後呢 應該會有後續消息的 那我們呢 可以和大家呢 繼續後續報道 這支彈的去向 好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說到那個 匕首飛彈的情況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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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呢 呢 感谢观看